Hai,我是杰克 那这段影片我们来讲一下 前面几段影片都没有讲到的设定 那因为我这一次Affiliate WP 的教学 并不是说我们来到设定里头 然后一般我们一个一个功能这样讲下来 我们是透过去设定一个具体的功能 然后才来介绍相对应要用到的这些设定 所以有些就没有办法有漏掉的 我们就在这个影片里面把它全部带过一次 那先看到一般这个分页 一般这个分页里头呢 我们没有讲到就是第一个是认证序号 如果你有买 你有在Affiliate WP官方买的序号 你就这边输入然后按启用 启用之后它会有一个绿色的字 跟你说以启用之类的 就是通过了 那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如果有新的版本 它就会通知你 就好像你平常外挂或者是Wordpress主程式 那样子 它会通知你说有新版本了 然后你就去按更新 就会自动更新了 你就不需要手动去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地方去下载 然后再上传 不需要就可以 可以正常的来做自动更新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认证序号这边 那在页面这个地方呢 预设推广后台 它是这个外挂一装起来 它就帮你做这个页面 那我的建议是 你就去这个页面改名字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不会用到的 你不需要改到别的页面 那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 你才需要改到其他页面 不然你就按照它原本的那个页面 去做修改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页面 你可以改这个页面的名字 你甚至你可以改它的网址 都没有关系 然后它这边都还是会认到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 改到别的页面 那你要注意你的页面 一定要包含相关的短代码 因为在某些时候需要 比方说我们在邮件里面 不是有一个登录后台的网址吗 那那个网址当然就是会带 这一个页面的网址 所以你这个页面如果改掉 那那边也会跟着改 好那使用条款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你要在申请页面的最下面多一个页面 写使用条款 那让人家勾选同意 那你就是在这边设定 那其他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过 那我们就来看整合 整合这边就是打勾你要整合的主要销售工具 那如果你有装电子报的外挂 它也会出现在这里 这我们之前也都讲过 那邮件的部分 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停用所有的 那你要不要有logo 然后你要不要使用HTML还是纯文字的 然后你的基建的名称啊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然后依照不同的信件 你的标题跟内容是怎么样 你就去填 然后其他 好前面这些我们也都讲过了 那我们要讲下面这四个是没有讲过的 第一个就是 如果 有些商品它是有提供满意保证的 比方说14天 7天 甚至30天 那如果那一个 顾客他买了之后 他在这一段期间 他去做退款 那我们还要拨佣金给推广者吗 当然不需要啊 因为我没有收到这笔钱 我已经退给他了 那我哪里来有佣金拨给人家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打勾的 这没有问题 一定要记得打勾 好 然后这两个我也建议要打勾 第一个叫做备用的推广追踪方法 那这边的解释是说 他预设的追踪方法 这是写程式的部分 这要开发人员才会了解 那我们只要知道大概就好了 就是他原本的追踪方法 如果有错误的话 他会启动一个叫备用的追踪方法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备用 我们也不需要知道 那我们可能也不会知道 总之我们就是打勾就对了 这样就会有一个备用的追踪方法可以使用 就比较安全 多了一层防护措施这样子 那什么叫忽略零金额成交 有些情况之下 这个商品它会是免费的 或者是它本来是100块 它有它的价格的 但是它用了优惠码 那这个商品变成 0元变成免费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计算佣金吗 如果你选的是百分比 那0元就乘以百分比 当然是还是0元 但是它还是会在 它的一个转换率 上面是占有一笔的 那当然我让 我的推广人员 感觉它的转换率很高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这一笔 订单是给固定金额 比方说你就是给10块钱出去 可是我明明没有收到 这笔订单的钱 可是我还要给10块钱进去 有的时候 这种状况是成立的 就是我宁愿花钱去买到 这个顾客 增加推广 就好像我去买广告 让我的网站曝光一样 是OK的 所以你自己去决定 要不要打勾 如果打勾的话 就不计算佣金 也不计算 它的这一笔 算是成功 那它的转换率就会计算在里头 那最后就是删除资料 如果你今天真的不想用Affiliate WP 而且你很确定里头的资料 包括什么 推广人员账号啊 它的成交记录啊等等的 全部都不要了 那你就打勾 储存 然后去把外挂 到外挂里头去把这个Affiliate WP删掉 那如果说你没有打算要这样做的话 千万不要打勾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更新外挂 或者是有时候你WP 稍微出了一点状况 你都有可能会造成 外挂 删掉重启 那所以你一打勾 那就糟糕了 那些资料就不减了 除非你平常有在做备份 我会建议大家平常要做备份 我教学网有教另外一套叫 Object Plus 那一套备份软体其实是蛮好用的 就可以去安装那一个 然后让它定时 看是一天一次 还是一天两次 几天一次这样子 去备份 那在设定的部分 之前没有讲到的部分 在这段影片我们都帮你补完了 那这段影片就为你介绍到这里